為了讓小朋友在本家的期間可以多多運動 四合國修邀請小朋友參加白球的領隊 不僅是讓學生在宿舊可以派遣白球 也可以開發應對運動的興趣 庫定當中 占對小朋友來做白球的基礎加合 希望用運動為伴他們多過快樂的宿舊 小朋友認真打白球 準備要來挑戰自己的紀錄 這是四合國修為了讓學生在宿舊期間可以多多運動 基本白球領隊 讓小朋友來參加 小朋友都非常介意領隊的確定 也很開心可以跟朋友出來運動 就是我們這次是 我是來訓練希望排球可以更厲害 然後我覺得來這裡很好 可以交到很多朋友 就是平時上課的時候 如果下課我們都會跟同學拿著球到樓下打排球 然後假日就是跟寒假就是會來學校 跟同學跟教練一起練球 來這裡就是練排球 然後來這裡打排球 然後直接寒假都可以來 然後教練教得是蠻好的 打排球是真的很開心 這邊領隊 邀請宣舊的大學生來教大家打排球 確定他們也沾對小朋友的基礎做加強 希望他們可以越來越進步 然後我是有受到主任的邀請 然後我是東海的學生 然後來這邊假日帶小孩子打球 然後只是訓練一些他們的敏捷性跟協調性 然後希望他們在這個暑假有些事情可以做這樣 希望人藉由這個活動讓他們喜歡排球 之後有時間假日或者是暑假會回來帶他們 白球是團隊合作的運動 希望透過打白球可以讓學生合攝團隊的重要性 也就是運動讓他們可以保養主行心 排球這個運動是一個團體性的運動 那我們成立的中主是希望孩子在這個運動當中 他學會團體的紀律 那學會如何與人溝通 那學會如何傾聽自己的身體 然後去挑戰自己的極限 那成績對我們來說其實不是最重要的一個目標 那當然也是一個參考訓練成果的一個指標 不過我們希望培養的孩子是一個他喜歡運動 然後可以從運動當中 他可以很快去看到自己說 原來我認真努力付出我是會有所成長 那我相信這個在對小朋友的學習上 它是會有很大一個鼓勵作用 他會知道我學習要進步 我是要去付出那需要時間的 白球不只是個人的訓練 也是團隊合作的運動 其他來拍球的小朋友可以越來越進步 也讀過快樂的蘇卡 其他等個新財方報道